各位观众朋友们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中国禁闻 就在刑事诉讼法修正案 即将提交人大表决的同时 大陆许多法学者在网上发出 暂停表决的紧急呼吁 法律学者指出 这次人大的修法 在修法程序上存在严重违法行为 北京新启蒙公民参与立法研究中心 负责人雄伟 3月11号发出暂停表决的紧急呼吁 他在新浪微博上拥有19万粉丝 目前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芳 和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何彬 等知名法律界人士 都对这一呼吁做出了积极反应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 因保留了秘密拘留 和指定场所监视居住条款 而备受争议 六四天网3月10号报导 最近中国大陆各地秘密拘捕 和非法失踪案例急剧增加 继不完全统计 2012年1月份以来 大陆已经有数万公民 被非法关押 报道说 在中共两会前的2月份 仅北京九竞庄一地 就非法关押上访者 达2万多人次 与此同时 中国大陆各地有多名异议人士 遭到秘密软禁等非法待遇 英国星期日 泰晤士报头版报导 引述不具名英国资深情报官员的话说 中共间谍多次侵入 英国军工巨头BAE的系统 盗取西方最先进战绩的研发机密 报道说 中共黑客对BAE的网络攻击 持续了18个月 并利用BAE电脑系统对薄弱环节供入 盗取了有关西方目前顶尖的战斗机 F35JSF的设计性能和电子系统的大量资料 报道引述英国专家的话说 失窃的只是BAE负责的那一部分 并不是JSF项目的全部 而3月10号也是藏人反抗中共暴政的53周年纪念日 在此之前不断传出藏人自焚抗议和中共军警射杀藏人的事件 世界各地的藏人纷纷举行示威活动 有约5个藏人团体3000多人加入全球的抗议活动 在联合国总部前集会并游行到中领馆前 集会人士手捧自焚信赖者的照片 发表纪念日声明 呼吁支持境内的藏人 他们谴责中共在西藏的铁板政策 希望关注西藏问题的中国民众 了解藏人为什么会抗议和自焚 接下来请您收看时事禁门 穿前部一年 短 ep 正在13 鳝 顳